啊我抽到隐藏了 萌趣和非人灾的联动究竟能擦出怎样的活花呢 今天我们就来拆这套非人灾神仙工作日常系列威和 强烈建议大家去看看非人灾的动画哈 特别搞笑 我一般呢是中午吃饭的时候看 每集很短 一集一个小故事 适合消磨碎片时间 7加1的配置 隐藏款看剪影应该是小玉呀 咱们依旧从重到轻开始拆 先来看最重这盒 盲盒主体和配件 防尘片和展示架 摸鱼王笑天 我还是挺喜欢笑天这个角色的哈 他穿了一件锦礼的衣服 下边是一本书 这是在知识的海洋里遨游吗 这是开会的小黑板哈 上面是5个W1个H 领导在上面开会 笑天就在下边摸鱼 这只像不像周一开会的你呢 这次给配了5个防尘片 给蒙曲点个赞 这样就成了一个六面完全密封的展示盒了 自带展示盒的盲盒 你爱了吗 抽到了我最喜欢的猎猎 上班族熬猎 这是正在坐地铁的猎猎哈 两个扶手正好卡在了她的龙脚上 书包往前背 旁边放的手提包 正在看手机 像不像上下班挤地铁的你呢 防尘片做的也特别细致 这面是地铁门 另外一面是打卡机 8点59分59秒 显示打卡失败 列列太亏了 盘砖狗笑天 看笑天可怜巴巴的样子 这眼泪哭得有点水平 三眼哥干嘛去了 忍心让我们笑天去搬砖吗 底座和砖是瓷西的设计 哈哈 这儿写着宇宙不重启 我们不休息 终于知道笑天为什么哭了 是打工狗本狗了 加班族熬猎 列列都钻备窝了 还在赶PPT 看到神仙都加班 我也就放心了 列列住的这是踏踏米嘛 一盏小灯 一杯咖啡 放好的洗澡水也没时间洗 按这儿有99封未读邮件 看来列列今天要刷页了呀 前四只就把笑天和列列凑齐了 喜欢他俩的就往中了拿准没错 我这个不会是隐藏吧 我抽到隐藏了 我这个应该是全网第一只隐藏哈 大家赶快给我抠一波666西游器 祝你也能抽到隐藏款 这隐藏款叫什么呀 你们知道吗 小玉喜欢吃胡萝卜 连坐的沙发都是胡萝卜的 旁边还有两只小兔子助理 真不愧是我们玉总啊 玉总这是上了Venday杂志了呀 这期的主题是 萝卜行业大揭秘 不愧是大佬 玉总您请坐 泡面宅九月 九月拿着手机 看着眼睛都泛花痴了 裹着个大棉被 这是跟小帅哥聊天的呀 还是磕CP的呀 自己追的锯和泡面都不香了 我好像闻到了八卦的味道 玉总问他文件呢 他说家集中 他根本就没有干活 我要告诉玉总 九月的家布置的真是相当温馨呀 大主播小玉 小玉这是直播卖胡萝卜 旁边还有他的小助理 这美光灯做的可太细致了 这是胡萝卜的规格是吗 分小份大份 都是磁吸的设计 玉总亲自直播 会不会卖爆单呢 看我们玉总直播一场 有十万的点赞 888的评论和六万转发 最可爱的就是 笑天还送了小火箭 玉总这直播间布置的很温馨啊 空降直播间一定可以大卖 最后一支了 毫无悬念 应该就是等新人九月了 每月15号发工资 再不发钱 九月就接不开锅了 我说的没错吧 就剩点硬币了 九月的办公桌 还是挺干净整洁的 工资单没来 账单先来哈 本月九月支出了八千 收入才三千 他都花在哪了呀 好家伙 买奶茶就花了1686 买衣服花了5688 买包花了866 我还是比较崇尚 挣多少花多少的理念 小玉跟九月 你更喜欢谁呢 喜欢他俩就往轻了拿 外衣是隐藏呢 好啦 以上就是皮酱给大家带来的 萌趣社非人灾 神仙工作日常系列盲盒 如果这期视频对你有帮助 就给我点一个免费的关注 再点个赞支持一下吧 我们下个拆盒视频见 拜拜